生死轮回,转世投胎,这些听起来像是佛教或者道教的概念,却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 一个海南的小伙子,从小就能记起自己的前世,甚至还找到了自己前世的亲人和恋人。 这究竟是一种神奇的现象,还是一种巧合的奇迹? 让我们一起来探寻这个海南神童唐江山的前世今生。 1976年11月21日,在海南省东方市布摩村,一个名叫唐江山的男孩出生了。 他的出生过程并不顺利,由于家里贫穷,他的母亲只能选择在家里接生。 当天,两个吻婆做好准备工作,费尽力气才将唐江山接生出来。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唐江山并没有发出哭声。 大家惊恐地发现,他被一层薄膜包裹着,无法呼吸。 吻婆们慌忙地想要将薄膜撕开,却发现薄膜异常坚韧,根本撕不破。 就在大家都以为唐江山会窒息而死时,唐江山的爷爷想起了一个土方法。 他拿起一把扇子,对着薄膜猛地扇了几下。 奇迹发生了,薄膜突然破裂开来,唐江山终于呼吸到了空气,发出了哭声。 这样诡异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吻婆们说这是天降再生人,必有大福大贵。 唐江山的父母也十分庆幸儿子大难不死。 果然,这个唐江山还真如邻居们所说的一样,他从小就聪明。 还不满三岁时,就可以与大人们流利地交谈了。 很多邻居纷纷夸赞唐江山天赋异禀。 将来一定是个可造之才。 唐江山的父母也十分宠爱他,由于他出生时差点一命无呼,他们更是对他尤为珍惜。 然而,就在唐江山三岁那年的一天,他突然说了一些让父母惊讶的话。 他告诉父母,他突然想起了前世的一些事情。 他说,在前世,他叫陈明道,家住在海边的另一个市里。 那个地方叫丹州。 他还能说出自己前世家人的名字和一些往事,还能用丹州方言交流。 唐江山的父母这一次可坐不住了。 他们经过考虑,决定带着唐江山一起到丹州去看一看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孩子所说的那样。 他们又是坐车又是坐船,好不容易到了丹州市,接下来该怎么找唐江山所说的村子呢? 这时候,唐江山站了出来,他告诉父母,他对这里的路非常熟,甚至还能随手简略地画出一张地图。 一家人就根据着唐江山所描绘的路线,找到了名叫黄玉村的这么一个地方。 经过一番打听,唐江山的父母都震惊了。 原来,村子在十几年前确实有一个叫陈明道的人,而且已经去世了。 接下来,唐江山又带路,一路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没想到曾经的父亲还住在那个地方,唐江山立马飞奔过去抱住了自己前世的父亲。 看到陌生孩子对自己这么热情,这位陈老汉显得手足无措,随后唐江山就解释道,自己是陈明道,死后投胎到了另一个村子, 这一次是专门来看望他的。 见陈老汉还是不敢相信,唐江山一连说出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最终两个人还是相认了。 这件事迅速在村子里传开了,前来围观陈老汉和唐江山的人也越来越多,而唐江山则是非常高兴,因为来的人基本上他都认识,他一个一个地走过去,说出这些人的名字。 还说出了前世和他们的旧事,瞬间,人人都拍手称奇。 人群中有一位看起来岁数很大的妇女,唐江山一眼就将其认了出来,原来她就是陈明道去世前的女朋友。 唐江山走到他身前,回忆着曾经只属于两个人的一些故事,这个妇女一边哭着一边和这个六岁的孩子抱在了一起。 这一次丹州之旅也是让陈家和唐家都相信了唐江山所说的一切。 每每逢年过节,唐江山也总是两头跑,直到1998年陈老汉去世之后,也是唐江山前来尽孝首领。 当唐江山拥有前世记忆这件事被流传开后,有许多媒体和专家对她进行了采访和检查。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转世轮回或者记忆转移的现象123。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意识遗传或者心理暗示的结果。 也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巧合或者骗局。 有专门的医生专家曾经找到了唐江山,对她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 但结果显示唐江山是一个没有问题、健康的人类。 他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或者脑部损伤的迹象。 唐江山在丹州找到了自己前世的父亲和亲友, 但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见到自己前世的恋人谢树香。 谢树香是唐江山前世陈明道的同村女孩, 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十分深厚。 陈明道死后,谢树香一直没有再嫁, 而是照顾着陈明道的父亲和弟弟。 唐江山在丹州的时候,曾经见过谢树香一面, 但当时她已经是一个年迈的老妇人了。 唐江山对她说出了他们前世的一些秘密, 让她感动得泪流满面。 唐江山回到了自己现在的家乡后, 一直想念着谢树香。 她希望能够再见她一面, 告诉她她对她的爱永不变。 她向自己的父母提出了这个请求, 但他们都不同意。 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合适, 也不利于唐江山的成长。 他们担心唐江山会因为沉溺于前世的情感, 而忽略了现实的生活。 唐江山很伤心, 但她没有放弃。 她决定自己去丹州找谢树香。 她偷偷地攒了一些钱, 趁着父母不注意, 悄悄地离开了家。 她只带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和自己画的地图, 就踏上了寻找前世恋人的旅程。 唐江山一个人坐车坐船,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又来到了丹州市。 她按照自己的记忆和地图, 找到了黄玉村。 她兴冲冲地跑到谢树香的家门口, 敲了敲门。 门开了, 出来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你是谁? 你找谁? 男子问道。 我是唐江山, 我找谢树香。 唐江山说道。 谢树香? 你认识她? 男子有些惊讶。 当然认识啊, 她是我前世的女朋友。 唐江山毫不犹豫地说道。 什么? 你说什么? 男子更加惊讶了。 我是陈明道转世投胎的, 你不信你问问她。 唐江山说道。 陈明道。 你是那个海南神童。 男子突然想起了之前看过的报纸和电视上关于唐江山的报道。 对啊, 就是我。 唐江山点点头。 那你怎么会来这里? 你父母呢? 男子问道。 我父母不知道我来这里。 我偷偷跑出来的。 我想见见谢树香。 唐江山说道。 哎呀, 你这孩子真是太冒险了。 你知不知道这里离你家多远? 你知不知道路上有多危险? 你知不知道你父母有多担心你? 男子责备道。 我知道, 但我真的很想见他。 他在家吗? 唐江山问道。 他, 他不在家。 男子说道。 那他在哪里? 唐江山追问道。 他, 他已经去世了。 男子说道。 一, 佛教的来生观。 佛教认为, 一个人在死后会转世到另一个世界, 这就是所谓的来生。 根据佛教的教义, 来生的具体形式取决于个体的业力和修行成果。 然而, 这种观点在历史和科学的验证中并没有找到有利的支持。 虽然有许多宗教和超自然的理论都关注来生, 但迄今为止没有实证科学证据证明来生的存在。 科学界对死亡后是否存在灵魂、 转世和复活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因此, 佛教的来生观在现代社会中 被许多人视为是迷信和虚构的。 二、 佛教的今生观, 佛教强调人们在今生的行为对未来的影响。 佛教教义中的因果律认为, 一切行为都会有相应的结果, 无论是善恶都会在今生或来生得到回报。 然而, 这种因果律在历史和现实中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道德行为的积极后果或恶行的负面后果, 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结果是由某种超自然力量引起的。 许多因素可以解释人们的行为结果, 包括社会环境、个人选择和偶然性等, 与佛教所描述的因果律并不一致。 三、 佛教的后世观 佛教认为, 一个人在死后会进入诸天或地狱, 体验相应的快乐或痛苦。 然而, 这种观点也缺乏历史和科学的证据支持。 从历史上看, 许多宗教都有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概念, 但这些观念往往是基于信仰, 而非经过科学验证。 科学无法证明天堂、地狱或来世的存在, 因为这些领域属于宗教信仰和个人体验的范畴。 尽管有人声称曾经经历过来生或后世的经历, 但这些声称往往缺乏可重复性和客观性的证据, 无法被广泛接受。 四、 佛教的轮回观 佛教的轮回观指的是人们在死后通过转世不断重生。 这个过程取决于个人的业力和修行成果。 然而, 轮回观念难以与历史和科学相协调。 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表明, 人类并不是通过不断的转世来满足人口需求和文明进步的。 科学上的进化理论和基因研究也没有发现人类具有轮回转生的证据。 五、 佛教的因果观 佛教的因果观认为, 一切行为都有相应的因果关系, 善行会带来善果, 恶行会带来恶果。 尽管这种因果观在道德教育和个人修行中具有一定的价值, 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 现实中的行为结果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环境、社会制度、个人能力等。 因果观忽视了这些复杂性, 过于简化了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